化妆师再给哥哥补妆 弟弟就在一旁看着哥哥吃笑 这时一旁的大成子就发出了讹笑 而弟弟听到大成子的笑声后 就转头看他 但他却搞不明白大成子为何笑 哥哥在弟弟面前尽情显摆 自己的笛子赚得有多厉害 弟弟气得直接拿大秀撩哥哥 哥哥只得不断往后躲 可弟弟却撩得一次比一次近 哥哥虽然嘴上在说弟弟 但是行动上却一直在配合他 就连转身离开的时候 都还要仰头再配合一下弟弟 拍戏的时候 弟弟的表情收得很快 导演一喊路 他就立马收住了笑的表情 但是导演一喊停 弟弟正耐不住寂寞的手 立马就对哥哥动手了 他俩就这样 旁若无人的 你推我我推你 你推一下 我再推一下 酷甜酷甜的 但是一到了拍戏 立马就进入了状态 1 2 3 导演一喊OK 弟弟立马就对哥哥动手了 随后哥哥走进弟弟 对他做了一个超级可爱的动作 弟弟瞬间就被哥哥逗笑了 拍完戏之后 他俩就一起看手机回放 但是哥哥却觉得自己不上镜 可不管哥哥怎么反驳 弟弟都觉得哥哥最上镜 忾然是不能反驳 所有人都好 都好 都超大凶 都超大凶 抖音